呃... 一直走最好難喔 林先生 為什麼是在靠我 還是你在靠你 我在玩遊戲 各位觀眾朋友 我覺得說這兩個主題字 開心也不好 台語也不好 那是還是科德老師呢 歡迎收看今天的每一支任務 你有看過每一支最新的英語單元 Mindlish嗎 你喜歡嗎 你以為每一支只有這樣的單元嗎 Nono 我們在今天特別的日子裡面 也為大家準備全新的內容喔 究竟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今天是我們的國際母語日 那因為平常我們都會在日常生活中 和別人用台語做溝通 那所以我們想要檢測一下 自己的台語能力到底厲不厲害 我們今天也邀請了一位專業的台語老師 來教我們台語怎麼說 因為我們平常都覺得說 我們其實已經可以跟人家 很流利的用台語溝通了 可是究竟我們可不可以 把我們想要傳達的 醫美療程 用台語 來解釋給老師聽 讓老師可以猜對我們想要講的東西呢 那我們就先歡迎老師出場吧 好 歡迎老師 嗨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遊戲的階段 那我們這次總共出了十道題目 限時五分鐘 由我們兩位來用台語描述出這個單詞 然後由老師來為我們回答 那麼我們接下來就遊戲開始 開始計時 開始 開始 好 第一題 像我這塊的麥芝 描述一條 叫做什麼 麥芝可以掛頂順 好 各位觀 下一題 就是 早睡沒飽 常常看起來很累 你的面對 有 在爸爸的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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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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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 穿很大隻 它的毛很軟 它的毛很軟 好不好 啊都吃粘子 都吃粘子 對 喔這樣喔 喔這好像不是我們台灣本土的東部對不對 是 大陸那邊的 喔中國大陸 他送來台灣的對不對 對 那是什麼 那就是 我們都 應該不是細心 沒有臉 當期都沒有在睡 都失眠 所以我們 這樣那個東西叫什麼 熊貓眼鏡 對 它的台語要怎麼說 就是毛毛褲褲褲 這樣就是 對 好 這樣下一題 毛毛褲有一條 第二條是 一種動物 白色的軟軟的 在國學的時候 老師都會叫我們吃的那種 就是一種白白的軟軟 那叫做牛仔 牛仔 其實我不知道在哪裡 那是牛仔 馬長寶寶 對 對 對 那是第二條的 然後陶傑褲 各位觀眾朋友 我剛剛說這兩個主持人 發生也不好 台語也不好 但是他還是科德老師 我今天來這裡 我 陶傑褲就是 欸 倒了 對啊 倒了 這樣 倒白白的 對 那是什麼東西 母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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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蟲好 好 下一題 我們吃起來就要吃一種水果 紅紅的鷹鷹 那叫做什麼 紅紅鷹鷹是 很甜的 或是普通甜 或是有 很甜的 有的有吃 有的沒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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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十年以前 這是我們台灣 政府最多的一種鷹鷹 但是因為幾十年來 我們在雷山上頭 已經開始有 種這種鷹鷹 所以現在台灣本土的 這個鷹鷹也常常看得到 在過年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買這個 來保平安 平平又安安 對 然後那個蘋果雞 中華語叫做蘋果雞 那是我們台語就是說 這個人的皮膚色 紅鷹鷹鷹 很漂亮 紅鷹鷹鷹鷹鷹 好 這樣下一題 我們人如果是老了 眼睛會比較像 老了的東西 恢復到老了 裡面是 油啦 油是不是 這叫做什麼 有很多人 如果有年紀大 這個地方都會比較難看 對 那個地方用白了 看起來人家就很純風 也很年輕 很鼓勵我們每一個阿伯阿嬤 阿嬤 你如果想要過一個 少年青春 保留美貌 還有讓我看起來很有精神 我也覺得這是 很有需要去做的一個小手術 因為這是沒辦法的手術 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人說 就是 我們的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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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做蜘蛛 蜘蛛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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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 好時間到了 總共答對幾題呢 好像只有 三四題吧 你們現在是不是在科目 還是你們在科目 我們在玩遊戲 對嘛 這樣就很好 我們就很自然 我完全沒有看稿 我完全沒看稿 來的 哈哈哈 你們越自然越沒有稿 那個臨場發味才會漂亮 我告訴你 現在誰看YouTuber 是在看嚴肅的東西 當然是要看心情特 要看搞笑的 然後 苦爛的啊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它做完 好 那就接著問 對 下一個這個是 嘴的蜘蛛 那個 又做什麼 蜘蛛 蜘蛛 對 我們去做蜘蛛 都會跟 疑心說我要做什麼蜘蛛 在企圖裡面 這個蜘蛛 很長 或是那個 做到企圖 上牌刷牙跟下牌刷牙 是沒辦法合的 沒辦法 補東西 沒辦法吃東西 這要去抽搐 都在企圖裡面 但是如果說在我們的蜘蛛 蜘蛛這個冷氣 這就是要把蜘蛛 扭得比較短 這樣看起來比較有好相反 好那我們接著就下一題 家裡的頂管 的器官 用來 欸 欸 欸 呃 好像是你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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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是過 平 喔 有去 BB的真相 跟它有關 那叫什麼 那個東西不是太過平 是太過頭 奶 啊 那個 濕濕 濕濕 我們就是可以把蜘蛛 做好館起來 所以就是把蜘蛛做館 說蜘蛛做館 對 因為我們為蜘蛛 為蜘蛛 這樣可以把蜘蛛做館起來 蜘蛛的蜘蛛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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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頭部的頭部的頭部 我們也是要把蜘蛛用比較高 這樣要怎麼說 好 台灣人看人家的面上 這個頭部的頭部 要有看 樹峰 樹樹峰峰 叫做天頂 巴蜘蛛 你如果天頂不夠巴蜘蛛 看起來這個雲就不好 所以有人會把頭部的頭部做看 做好看 你知道嗎 蜘蛛比較高 這樣看起來就是整個人 很有精神 又很好相看 好 下一題了 呃... 怎麼會好難喔 欸... 蜘蛛有很多地方 有一個地方就是... 你現在是要說蜘蛛牌 還是蜘蛛 蜘蛛 蜘蛛 還是蜘蛛人 蜘蛛人 妳要說一個蜘蛛 蜘蛛牌 蜘蛛牌 一個部分 蜘蛛 對 因為因為這個 我們人的臉的蜘蛛會比較不辣 會比較老 所以蜘蛛牌的 蜘蛛牌的蜘蛛牌 會這樣一直 漏下來 垂垂 漏下來 讓我看起來是很不小心 叫做蜘蛛牌的老老 蜘蛛牌的老老 不是 不是 就是我們這兩題 我們的蜘蛛牌 下個小 下個小 我們的蜘蛛牌 下個小 對 這樣我這樣的臉就不會 白白 就這樣 這樣扭長 了解不 下個小 用下 下骨 對 下蜘蛛牌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十道題目 謝謝老師 剛剛聽過一般是比較 亂七八糟的 亂七八糟的 但是老師還是都聽得懂 真的超強的 然後只是我們有一個疑問 就是我們一般都會認為說 比如說 削骨 就是要直接講下骨 然後可能雙眼皮 就會講什麼 香肝葵之類的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歐國為什麼講台語 好像可以直接發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剛剛聽起來好像故事 台語有台語的議法 跟他說法 不是說 現在共生的中文法義 在我們台灣出的最危險的地位 最多人在用 大家就感覺說 這樣就用法義來解釋台語 這樣就好 這樣是很看見我們台語本身 他的文化地底 譬如說 剛才你們問的這些 賣地賣菜裡面 下骨 那電下巴呢 你要知道 電下巴 他在說什麼 我剛才已經有乾水 因為 我們人的五官 一定要三部分 天地人 都要堵堵得好 如果下骨 上骨 有的人特別就是有鐵鍋 你要把下骨 拉長 所以它不叫電下巴 是把下巴再往下 拉長一點 再來 剛才剛才說這個 下骨 你有特別說過嗎 下骨 當然下骨是對的 但是要下什麼骨 是下這些骨 或是下這些骨 或是下我的骨 或是下我的骨 我們的骨頭也有很多種 所以它有它特別的公法 有它特別的用途 還有它特別的意思 不能抵犯 你如果有中文抵犯 有很多東西都會覺得 你在說什麼 譬如說 不能抵犯 不能抵犯 當的不是嘛 你了解嗎 好 那我們就很感謝老師今天特別來 幫我們解說 也讓我們知道說 不管你學任何語言 都應該從它的文化先了解起 因為它語言跟文化是息息相關的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老師 那我們在6月21號 國際母語日 可以讓我們了解 我們的母語台語 它的國大精神 然後也讓大家知道說 有關於一些英美的台語 應該要怎麼說 希望你可以有收穫喔 好 今天謝謝大家 我們美衣術肉物 圓滿成功 掰掰 謝謝老師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 不知道你們有喜歡這個鴨皮嗎 如果有喜歡請拜託 把你們的手剩下 把你們的手精頭 二戰一下 再來 還可以頂我們這個鴨皮 把這個能量 這樣就可以後天都接到我們的鴨皮 真謝謝你 分享一下 對 也可以 可以 謝謝 我們要填